韓國你好 大家好 好像說這個演唱會你搞了很久才成功 其實洪館我做過很多次 不過以前做的演唱會都是做一些群星 好像輝鴻演唱會之類的 其實在十年前我跟葉麗儀已經開始申請洪館 想做商業演唱會 但十年之中申請了八次都批不了 為何我知不知 我也不明白 一直到今年因為自己都八十歲 公司說不如你自己也想休息一下八六歲 試申請做一個退出樂壇演唱會 這樣就拿到期 但日數不是多的 希望可以患到自己心願 今次這個演唱會就是八十歲 所謂的最後一次是為何會這樣想法呢 我在香港唱歌都唱了差不多六十年了 我知道健康是最重要的 我覺得我今年還有能力可以做到個人演唱會 很難說明年可能我想做都做不到的體力 所以就決定今年做到它 可以申請到洪館 還上我自己的心願 那有沒有什麼特別會在這個演唱會上來做呢 有些很勁的嘉賓一定是 還有我希望今次在洪館唱起碼超過三十幾首歌 因為平時我做洪館的群星只可以唱三四首 但今次我想是可以將最好最好的歌送給你歌迷 多謝他們這麼多年來的支持 還有我的歌在洪館裏 不同在文化中心或者大會堂那些 因為因為台的細就有限制 今次洪館我想每一首歌都有一個漂亮的畫面 是四面台的 是四面台的 我舉個例子譬如唱舞劇的歌 我們希望有些台有些功夫給大家看下 即配合一首歌 希望有聽覺和視覺的享受 剛才你說唱了三十幾首歌 是呀 好辛苦了 今年還可以 明年我不敢擔保 是呀 是呀 OK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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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問題的 我平時我自己練歌都起碼唱二三十首了 我練歌都起碼唱二三十首了 是呀 我很勤力的 是呀 那一定可以的 那很多嘉賓的會有 會有起碼有六個以上嘉賓 是 現在就是講我最後一次了 那這個是不是你真的想做完這次之後退休 還是不再唱還是怎樣 那是這樣的 我想我做完這次還了三十年之後 我就再不會做個人的演唱會了 但是如果有些你說很有意義的 或者是某些弱勢群組籌款 或者某些什麼籌款有意義的 那些受到邀請我都會出席的 退休之後你會有些什麼想做呢 例如去多多旅行去遊樂 也有什麼打算 也有什麼打算 趁著自己還行得 行得記得去遊多些地方 我想一下 其實我都因為唱了廣東歌之後 我都很多機會去外面登台 也去 美加 星馬泰那些我都去運了 就是歐洲或者南美洲的地方 我都去看一看 希望有機會 那些地方少去一點 對 少去一點那些地方 因為我們通常去登台都是 美加或者澳洲 或者是東南亞幾個地方 星馬泰那些地方